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個圖是某班學生的數學成績的累積相對次數分配折現度 這個是累積相對次數 他問說若不到60分的 不到60分的就什麼呢? 就這裡啦 就這個啦 不到60分的話有40% 不到60分的 不到60分的有12人 不到60分的有40% 他說有12人 那麼他們說第一個 全班有多少人 40%12人 那我假設全班有N人 那你把他乘以40% 40% 這個是等於12人 那這樣子的話呢 別掉 414 4312 所以全班有30人 我全班有30人 那麼70到90分的人數 佔全班的百分比 我70從這裡 我70到90 他佔全部來百分比 就是90% 90%扣掉多少 扣掉60% 就90 減掉60% 所以等於30% 所以第二小題是30% 就等於10% 10% 10% 10%